就是我有一個同事嘛 今年38歲 那他其實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比較重度的近視者 差不多八九百度 然後呢 那我其實以前一直認為 就是我們當然要補充葉黃素 最主要是讓我們的眼睛 不要那麼容易疲勞 那他本身是一個重度的這個近視者 可是他本身又是一個 高度用眼的這個族群 因為他天天在設計一些包裝 做一些這個 就是我們海報的一些製圖 不然就是我們的一些EDM 那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 他得到了白內障 我其實是嚇到的 因為以前我們都認為 得到白內障應該是 六七十歲啊 七八十歲 因為我們的健保有給付嘛 所以我們會認為 這應該是老人才得到的疾病 但他今年才38歲耶 而且呢他不是一眼喔 他是兩眼同時得到白內障 38歲就兩眼睛白內障了 對 然後後來他去這個 做完手術的時候 醫生就跟他講說 你其實是重度近視者 你其實是更容易會有白內障的可能性 而且他還跟他講說 你不只會有白內障 你的黃斑部其實也很容易病變 所以他就說 你除了要補充葉黃素之外 你其實平常就是你看3C的時間要減少 我才知道原來補充葉黃素 其實對於近視的惡化 也是有實際幫助的 因為他從他的病症去跟醫生看完之後 醫生長不斷地警告他 他就說你要知道 你其實會再繼續惡化的到最後你有可能會上限度 那個時候你只能開到治療 也是簡到麻煩的